欢迎收看天天向上美女地理系列节目 我们第六站来到了四川 四川简称川或树 省会成都 丰富的自然风光和人们景观 成就了天赋之国的美誉 川人与生俱来的幽默感 融入悠闲的生活 大街小巷美食琳琅 鲜香麻辣调配出四川人独特的味道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四川美女代表 张亮颖一起来品味四川的八世与韵味 掌声有请 博谷通经 学贯中西 天天向上的 天天 兄弟啊 今天还有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的特步 天天向上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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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前锋先生啊穿的特别的不一样特不一样 你看这裙裤 你看 不能录太多 前锋哥这次就高开场 高水准的嘛 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成都 所有成都的朋友就在问我 你们做这个美女地理 你们怎么不到我们成都来啊 对啊 不到四川啊 希望大家带这个话题词 四川最美女生 发微博参与节目互动 晒出你心目当中的四川美女 就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的结尾彩蛋 对 四川是个特别好的地方 中国人说这是到了广州 嫌钱少 嫌少 对 到了成都 嫌结婚太早 你可以去啊 我还好没结婚呢 四川的漂亮姑娘太多了 是 到成都都说是叫做成都粉子 粉子 美女的这种代名词 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一位 特别漂亮的 唱歌也唱得特别美的 而且跟这个舞台有极度渊源的 是的 还有众多粉丝的 众多粉丝 也到现场的 而且她的声音音绕亮 让我们这个过耳不忘啊 海豚音啊 对啊 不得了啊 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海豚公主 张亮云 要请 爱着你 像心跳 难触摸 画着你 划不出你的骨骼 记着你的脸色 是我等你的执着 你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 我的心只愿为你而割舍 我一生唱不完的歌 如果这不是结局 如果我还爱你 如果我愿相信 你就是唯一 如果你听到这里 如果你依然放弃 那这就是爱情 我难以抗拒 如果这就是爱情 本来就不公平 你不需要加力 我可以离去 如果我成全了你 如果我能祝福你 那不是我看清 是我证明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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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好的年级 在最好的年级 遇到你 才想没有辜负自己 你终于 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幸福来的好不容易 幸福来的好不容易 谢谢 娘 陈也别 行 嗨 陈一圣 欢迎 我终于来了 亲 女神 女神 你好 别人就这么一直唱 对啊 太好听了吧 人美歌谅 对 前段时间刚刚有自己的新专辑 对 这张专辑叫做第七感 我有带过来送你们 第七感 还有礼物 对对对 当心当心 奥迪没有 来 送给观众 这是我的 然后有多备一张 除了给韩哥的 还有给乐乐姐的 还有给乐乐姐的 哇 好贴心哦 对对对 他们俩都在一起听你的歌 不不不不不不 这是留两张 Double team 大人敢加倍 对 亮影在我手上拿过好多好多第一名 对 所以我觉得看到韩哥 我就有一种好运降临的感觉 对 他的吉祥物嘛 对 刚才唱的第一首歌 画心 我刚才问前锋 我说丰哥 你如果能够唱得那么好 那 你这裙子就没白穿嘛 对 画心是什么 到那边吃点 太高难度了 你这个是平常就这么练出来的还是 怎么练这个高音 对啊 对啊 很多人都想学 就 多唱 现场有人 现场有人 谁是吗 谁啊 有人没唱海诚音吗 谁唱的好不好 欧比那张专题送给你们 来 那个男孩子来 那边还有一位阿姨她自己举手了 她自己会 大姐 叫什么阿姨啊 一点都不会叫 来 这位大姐 那位是大姐 那位大姐 这位大姐 这位小哥 小哥 那个门口保安都准备好啊 准备 起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来了 前 前作太长 谁踩到你尾巴了跟我说 狼来了 阿姨 我觉得今天 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 都在你身上 真的 可以试一下 可以 大概调不是太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喜欢听不着调的歌 对 这还不准 明哥范 明哥范啊 对啊 您是什么职业啊 文学教师 啊 我说点 文学老师啊 太好了 来 小伙子 你就 你还不下去 对 你还等着什么呢 你都唱成那样了 对啦 那我给你报一个 谢谢 哇 特别棒 谢谢你啊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大姐 我们待会把欧帝送到您家大姐打包 亮眼你是 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对 你以前真的以为我 我真的 因为有一次演出在后台的时候 我就问韩哥 我说你四川话说那么好 你到底是哪里人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是从勤嘞 然后我就信了很多年 对 然后我每一次碰到他 我都跟他讲四川话 对 而且我对他如流 别人问我都是这样的 韩哥你是四川话说的这么好 你是哪的 我喝奶了嘛 喝奶了 我过了好多年才破案 然后才发现原来他不是四川人 对 他现在半个四川人 我嫁到重庆 入坠 入坠 如果到成都去旅游的话 要去哪些地方 就我目前的了解 我觉得井里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井里 去井里是吧 不是井里 她说的是井里吗 井里 对啊 我是井姐 我当然要介绍你们去井里 井里 我帮大家来爬井 我们走紫头好吗 井里 井里 这样轻松多了 有些时候有一些戏曲的表演 有川剧 对 有喷火 喷火 喷火就是有路过的游客想抽烟找不到他 来哥喷一个 头发都烧着了 对 特别方便嘛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小吃 张飞牛肉 三大泡 那个茶壶的 卖张飞牛肉的一定要打扮成张飞的样子 对对对 门口有时候很吓人 他假装自己是个假的 你这个样子有点像关公 还有去哪里 成都的熊猫基地 我去喂过一次 那个感觉特别不一样 你抱在手里 你生怕把它掉下来 你觉得 国宝我抱的是 国宝特不一样 唯一的全世界都喜欢的 钱都不见得全世界都喜欢 前锋就不大喜欢是 那是 我是誓金钱如粪土的意思 那你给我点粪土吧 还有一个地方 吃叶啤酒特别好的地方 苏家宴附近有特别多 然后像虹口漂流区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我妈妈到夏天的时候 她会约一帮人到虹口的上游 下游是漂流嘛 上游就可能水就到这里 然后那个麻将桌就摆在水的中间 脚就泡在溪水里面 大麻将 然后桌子的下面 有的时候放一个冰镇的西瓜 放在那个水面 有的时候我会看到用脚踩的西瓜 我在想你待会还要吃吗 旁边还有小孩 明明水只到这里 然后游泳圈在这里 然后在水里跑来跑去 就是这里 多休闲 那个小女孩是你小时候吗 我还比较不会把裙子里了那么高 成都人的日子过的 爸爸去哪儿下一站 就在那儿 亮影还有一个身份 她是一个吃货 这么瘦怎么会吃货呢 亮影告诉他们我们的成绩 我是一个很善于做吃的吃货 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大的活动 参加完了以后我亮影 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人 就去吃火锅 没有脸见人了 大概从九点钟十点钟的样子 一直吃到凌晨将近两点钟 什么 吃三拨人 轮番来 我跟乐姐妹有她厉害 亮影是一双筷子 这么长 吃着吃着筷子变成这么长 筷子都吃了 筷子都吃了 这么可笑 我们总结的一些吃的地方 有一些朋友要我们介绍吃的 我们怕讲不是很清楚 就画一个具体的 然后还有推荐 哪些东西是 到那个店必须吃什么 褐色的 对 然后在那条街有什么大的坐标 可以参考 吃货才会做这么 好强气啊 你算观众可以吗 好的好的好的 到成都去旅游的时候 带着他 如果现场的这么多亲爱的朋友去成都的话 你会推荐吃哪一集啊 成都小 吃 街边的冒菜啊 冒菜叫什么 我们北方人不知道 就是 我们韩国人也不知道 其实它有一点像一个火锅的那种方法 但它料跟火锅是不一样的 放到一个小竹篓里面 把菜放进去 然后很短的时间 对 然后起锅的时候 碗里面会有一个调好的佐料 然后再拌 我们四川叫那个叫做 跳火 跳火 不是就是奔着吃的 我反正第一次回重庆啊 我丈母娘做菜以后刚夹上 就问我 你笨不笨 笨不笨 我们四川话叫做 你笨七次 你站不站 站不站 我心想 第一次回家 就问我笨不笨 他就说笨还是不笨呢 你说可别笨 对 我说那我还是笨吧 因为你主题点 他女儿就幸福一点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蹄花 老妈蹄花 蹄花 特别是蹄花汤煮烫饭 然后配一些凉拌的小菜 或者是一些卤的小菜 哎呦 真是太会吃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来自四川的 几个漂亮的女孩 端上刚才亮音 给我们大家介绍的 蹄花和冒菜 请各位品尝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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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冒菜 这个是冒菜 冒菜 这个很香 这个是吃花 我吃货的名义保证 它绝对很好吃 姑娘我们派你消灭它 风哥你也要吃啊 风哥别别别 风哥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男人 我又不是猪 风哥你也吓得了 手 手足相残 不能吐无头 入口即化 好脆哦 大家可以听到我小偶的声音 好不好吃的亮眼 特别好吃 是不是很枕钟的 来跟我围的 而且这个小米拉很枕钟 你吃点鸡花吗 走了 走了 我原本没有打算要给他打广告的 给观众 不是我真的 我下来我必须要知道 它是哪一家的冒菜 我们待会告诉你 一定要尝那个冒菜 特别好吃 但是太辣了 哎呀好吃了 太好吃了吧 我们给大家介绍这几位啊 从最高的说起吧 大家好 我是瑞丽专属模特盖天天 你是四川哪里人 成都人 成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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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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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下来第二位啊 小陈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陈燕熙 我的家乡是四川成都新京 新京 就成都附近 现在是在哪里工作 还是学习 我现在上大学 在哪里 上海戏剧学院 你是上海戏剧学院的 全国第一名 现在什么专业 播音主持专业 上海戏剧学院有播音主持专业了 之前好像没有 现在全中国所有的大学 几乎都有播音主持专业 农业大学也有播音主持啊 对 因为我们学校 我的母校 看见那么优秀的毕业生 做了主持人 所以我的母校决定 开创一个播音主持企业 是不是这样老师 小王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王柳文 来自四川达州 达州 我刚一直在想 他为什么说的是 成都话的话 而他是说 一个奶和一个矮 是地狱之分了 达州有什么特产 灯饮牛肉特别棒 还有七星椒 卤菜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你现在是在读书还是 高三毕业 哇塞 那在成都如果是走哪条线 好吃的东西最多 有一个那个154路 公交车站 停一个你就能吃 停一站就有车的 全是吃的 一路吃下去 对 我昨天晚上才听说这一路 我说我回成都 我必须要去做一下这个 做一路 然后再把地图丰富一下 作为警戒 对 那是我的地盘 地盘啊 我怎么能不熟悉呢 不知道呢 154路 157嘛 157 这个小姑娘 大家好 我来自美丽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我叫尼雪 尼雪 尼雪 这是藏族名字吗 姓尼 姓尼的这个姓是挺小的 因为我爸爸叫尼马 所以我就 什么 你爸爸叫尼马 你爸爸在网上很红啊 尼马在藏语中是圣洁的太阳的意思 没错没错 有特定的解释 其实大家不要歪曲了这个东西啊 圣洁的太阳 对啊 特别好听 尼马 没有 以后说这句话的时候要加一个手势 对 指一下 尼马 那是太阳啊 它呀 是来自藏区 从小就特别能干 而且呢 手劲特别大 它能手砸核桃 什么 姑娘 你真行吗 这么用的就 不知道今天手气吗 是怎么砸 这样砸 这样砸 姑娘 就这样 姑娘 拳头 你把戒指摘了 要不然手会伤的 没有 它就是靠戒指砸 是吧 我特别想见证这个奇迹的时刻 姑娘 你这么厉害 尼马知道吗 知道 因为我经常在寝室里面给同学表演 他们想吃核桃 就说你雪帮我砸个核桃 对 我们平常在那个化妆间或者休息室吃的话 我们都是往前方头上砸 对 这个厉害 各位 小心点啊 当下 哇 我的天哪 真的假的 姑娘你有本事一口气撒五个 它瞬爆发力很强 瞬间击得很大了 有核桃吃了 谭哥 我可以试试吗 好疯啊 没事没事 这样可以 但是这里真的很痛 接下来风哥 风哥拿头 对拿头 头那么大不是白掌的 看着我的手回到我的问题 一倍几 这几 一 这几 二 一加二 一加二等于几 三 非常不错 智商提高了 智商提高了 对 平常算一加二算不出来的 而且他手劲特别大 亮一你要不要跟他试下扳个手腕 来 来啊 三 二 一 走 哎呦 哎呦 不行 不行 加油 加油 哇 很难 很难 好 好 可以 风哥 我真的 打好大的力气 扳完手腕 我今天的运动量够了 风哥 风哥 我怎么可以欺负一个小姑娘呢 两个手指头啊 风哥两个手指头 来 三 姑娘给他掰断了 二 一 走 风哥 两个手指头 自从拿头撞了核桃之后 一切的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 对 你看四川姑娘 看上去说好像特别的柔弱 对 其实很有力量 没错 谢谢你们几位可爱的姑娘 先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最近你看啊 专辑又发了 有一些突破 你看 这头发一看就是刚吃完火锅 被熏的 被熏的 这个应该是事隔 距离上一张有两年 那第七感是主打歌吗 第七感 对我来说 是我给这张专辑设定的一个基调 是对于美好的事情的一个憧憬 在你还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讲清楚 在自己都没有足够强大的理由 但是你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要朝这个方向去 我想听哦 接下来欣赏一下第七感 有请 有请 把你们手借给我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h Baby Baby 这一切是不是注定 只要能走到一起 直到没有关系 Don't say maybe 别说缘分你不相信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 有你的每一天 有你的每一天 那么多万倍 快乐不用可以引导 都有恨会爱的每一天 随时整半夜 像风和雨永远都缠绵 不会改变 心跳能让我感觉冰 拥抱没有实现 你也是我的脾气感 亮影其实跟很多男生都合作过 刘泽华 王力宏 周杰伦 张沪尧 张学尤 张飞 关羽 又搞混了 听说四川人心目当中 有一个特别优秀的男生 亮影也是特别喜欢他 真的 我想说 这是我第一次上节目 主动的要 主动 要邀请一位嘉宾和我一起上节目 他也是我心目当中的男生 男生 心目当中的男生 接下来我们有请除亮影之外的 另外一张四川名片 李柏青 有请 有请 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他们都在问我 你都是你退休人员了 为什么要在富南维持来 我说原因非常简单 首先一个张亮又是我钦佩的一个歌手 一个年轻女子在外面打拼 经过拼搏才知道今天 而这四位帅哥呢 是我崇拜的对象 好 然后啊 所有的观众呢 也是我最真种的人 所以我来了 太好了 到过四川的人 熟悉四川局的人 几乎都知道 李柏青老师 三打评书表演艺术家 李老师在四川 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他 就跟他起很多很多绰号 外号 比如说叫 李北北 李北北 还有韩文明 韩文明 金教欢 金教欢 这个一定要用四川话来讲 你在说 金教欢 什么意思 比如说一句话 李北打架了 他说打得怎么样 李个人打得金教欢 如果 比别人打痛了 惊吓得了 或者是 贴比心扉了 就 表不表准的海腾 就这种 所以我每次唱话新的时候 到最后 有一个精彩的环节 叫 金教欢 网上都有他的照片 这四个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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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岔开得比我还高 你都看过吗 看过 看过 您看过之后 最满意的是哪个 你说 作为我们一个几十岁的人 这个有什么满意不满意 但是是满意他们对你那种 从内心深处的一种感 就好像你们主持这个节目 有说好的有说坏的 哪怕他说坏的 他啥子是要说你这个天然现在 因为他看了 为什么他要陪屁 因为他爱你们 你看 接受了吧 有道理 今天呢 我只有给你对话说 把衣袖稍微放慢一点 对 但实际上呢 成都话必须是这种 越热越出汗 越热越大展 越穷越莫 得越越方便 从来提供不下 如果哪个不相信 都你去把他一推 水瓶子利索 好快 要不然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就给李老师一点时间 让李老师用他特别熟悉的语言 特别熟悉的语速 给我们大家来一个 在各部天天相上 很难听到的三大 好不好 好 大话四川 有请 现在 有很多次没有结婚的女孩子 没有结到老婆的男娃娃 那么我给你们推荐一下 到底你愿意结重庆姑娘呢 还是结成都姑娘 到底你愿意嫁重庆男人呢 还是嫁成都男人 那么这两者的区别在那儿 比如说一个成都姑娘喜欢我 或一个重庆姑娘喜欢我 今天在台子上他们就有两种表现 重庆姑娘她就相对要放得开心 她就会等到你们所有人 嗨 白千哥 成都姑娘像张亮音这些 即使她喜欢我都会是这种表现 嗨 你要是 嗨 你要是 她说我脱脱腿的小弟 那么这个男的男又不痛了 你不要很简单 你早上吃到的饭不喜欢 放在晚上 喊老公把它洗了 那么重庆的男人是这样洗的 我说师傅你太难了吗你 你中午你该把洗了吗 你耍着 是吗你中午该洗了吗 成都的男人 别洗完就是这种表现 你耍着 你耍着 我没耍着 没耍着 成一直也考虑这个问题 很多人有这么一点好处 就是他就是骂你 都是你感觉的 不是那么很容易生气 你过得好讨厌嘛 所以你还是感觉的很舒服 但是如果你接一个重庆姑娘当老婆 你永远爱一辈 当他最一喜欢你的事表达了你已成 不关你好大学习 一二的 这是他最喜欢你 但如果你接一个成都姑娘 初一早晨 你的生命都有危险 因为他最应该你的事就是 嘿 狮娃娃 狮娃娃 其实成都是个奶了就不想离开地方 不光是从美食也好 美金也好 美女也好 一时半会儿来 由于这个节目的时间 要把它说成都这么可能的 但是最后一句话 全管你们的人是我 全管我的人是你们 祝你们永远 天天现场 健康愉快 哎呀 美才了得呀 不打磕磕的 特别特别精彩的这个散打 没错 但是那个 我还是有一点要澄清一下 因为我太太是重庆的 我们家不那样 你家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呢 既不往前也不往后 韩哥 更霸气啊 韩哥就屁点屁点过去了 我就是 哎 罗姐 哎 罗姐 我们就只能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天天相上 特别天天相上 派出一位美女观众 代表王维玲 由成都女孩 陈延熙做向导 一起去游览成都 这个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请看VCR 当我闻到空气中的麻辣味道时 我知道我来到了 向往已久的成都 她是我的成都朋友 陈延熙 这几天带我来感受这座城市 我在台湾早就听说过 我也在四川 成都小吃琳琅满目 让人应接不暇 连我都要流口水了 关于吃 成都人充满智慧 肥肠也可以包在鸡翅里 一如成都人包容的性格 火锅 是成都人永远放不下的麻辣情结 在火锅里 每个人都可以各取所需 火锅的温度 温暖着每一个时刻的心 也让单调的日子沸腾起来 这个城市有数不尽的美味佳肴 每一道菜都色香味俱全 调豆嘴味蕾 让人流连忘返 成为了平凡生活中最好的味界 咱们在这个四川话当中 刚才亮眼也说过 如果是用川普来说的话 会很有意思 川普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胶炎普通话 豆瓷这个样子 还有他最大的贴点 就是他的普通话 又是他法音使用的普通话 他的吃用成四川的 比方说我现在要去个地方 我会跟我朋友说 走我们去打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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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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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打碟 打碟 比如说肥皂 把你那个羊剪给我 李老师以前讲了一段说 你们那个地方的耗子太凶了 把我的羊剪搞了个雀雀 就是你们那里的老鼠太厉害了 把我的肥皂都咬了一块 削了 这边是到北货公司 也买一条苦茶 就是了一苦 同志来一条摇裤 摇裤 还有一条火盆 对对对 就是四川说这个内裤 内裤 叫腰裤 腰裤 其实作为四川的文化名片 如果要推荐四川传统文化的话 李老师您会推荐什么 现在大家比较易看就比较懂的 也代表四川铁色的 那就是川剧的吐火变脸 川剧的吐火变脸 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四川省的川剧青年演员给大家吐火变脸 有请 要请 请 男子不会回这不难 三日随你愿看千看 千看好看 今看满看 左看右看 三看下看 万看四我看 人色好帅又新鲜 走回转 面中说变就变 变惊一套 过顺其之间 名阳四海 赞叹叹变变 千秒精彩 赞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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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滴出个把朔儿女同性感 滴出个东华民主雪向万千 叶养天 王子千鸿街 作词 作曲 刘鸿街 哇 太帅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成都川剧院的康勇 谢谢大家的掌声 康勇 精彩吗 我是来自四川省川剧院的毛婷琪 王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省川剧院的杨涛 李老师 此外有一个扁连 很得心的叫做 还有王道真老师 黄老师之所以有名 好像是因为华仔都拜他为师 黄德华老师也是我 变脸图和艺术的老师 刘德华也是我的师兄 旁边这位德高望重的评书大师 也是我的师父 这也是您的徒弟 那为什么要变脸呢 江水新变 白色转里头有一个绕布 当他在抓色的时候 没有抓到奇迹百坏 连一下子就变黑了 超人相见马上变成红脸 又变红脸了 他代表 累心力中外华 长姿势啊 长姿势啊 四川真是个特别好的地方 历史非常非常的厚重 我们今天还特别请到了 四川三所非常著名的博物馆 他们都带来了 平常难得一见的宝贝 请大家在这里过过眼影 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好 三星堆遗址 是长江上游文化的发源地 在那里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青铜人像 像我这边的金面青铜人 就是那里最具代表的之一啦 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 三星堆众多文物当中最特别的一件 青铜纵木面具 它有千里眼和顺风耳哦 今天为大家展示的这件太阳神鸟 是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正馆之宝 今天还要向大家展示的呢 是咱们四川画家张大千的作品 东坡先生立基图 张大千是侍女画大师 一会即将看到的 在我手中这幅侍女庸情图 就是她的代表作 我为大家展示的是 四川画家张大千的作品 南无观世音菩萨图 我说今天怎么节目现场 要请到这么多的安保人员 为什么她的眼睛是突出来的呢 她这个形象呢 被人们称为千里眼和顺风耳 这个面具在当时呢 可能是作为人们崇拜的一个神灵 为了显示她的神性 有一把她的五官给她张了 后来有很多学者也在做研究 她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这个眼睛要微微往前突起呢 当时四川的先民 有可能在食物食用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很缺点的 缺少点盐容易得假扣 假扣就是眼睛微突 所以眼睛就会微微地突起 就是从这个饮食 包括当时的地狱文化来 进行判断和猜测 还有一个就是觉得 这是人类对宇宙未知世界的探索 所以他们希望眼睛能够更大 看得更远 这个是什么 姑娘 经验青红人头下 出现在居今3300年前的商大 她的出现一下子就把我们成都的城市历史 一下子就好像往前要推进了 推了将近2000年 将近2000年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几幅画吧 张大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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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关世音图桑 这一幅呢是我带来的 如果非要论经济价值的话 这一幅是最贵重的一幅 市场上曾经出现 类似的这种拍卖品的话 一亿人民币左右 一个亿 同志们 大千是特别喜欢画侍女的 你看她的云并头发 发丝 她是用那个鼻朗壳 用那个小铜颅烧 什么壹朗 冰朗壳 冰朗壳 原来她的话跟湖南这么有渊源 这个好了 这个因为上面的拔纹很多了 对 这是当时的时候 她与当代的几个大文豪 一个是谢无量 一个是林斯基 一个是严谷生 这张谢无量先生还盖了印 一般谢无量先生写字 都不怎么盖印的 这个是很难的 这个是很难的 我们接下来请两位 双胞胎的姐妹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是金的吗 它是 特别像凤凰卫视的台标 对 它的这个寓意非常吉祥 因为您看 这个鸟是三指 我们把它叫 拖着太阳飞行的三足乌 所以古语有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日中有乌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这个是多少年前的东西 三千年前 你看三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 真的是非常地了不起 今天特别地高兴 见到了久违的朋友 亮颖 见到了心里面 一直都特别崇敬的 李博青老师 四川的文化 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 所能够接触到的 只是星星点点 所以大家如果对四川感兴趣 我们就依着李老师的话 邀请大家 成都欢迎你 成都欢迎你 爱美女爱家乡 爱家乡爱祖国 欢迎大家参与 中国美女地理话题讨论 和我们的官方微博互动 推荐自己心目当中的 家乡与美女 就有机会 上我们的天天向上哦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VCR 来领略一下 四川的文化迪运 我是钱燕熙 地道的成都人 丞相祠堂何处寻 景观城外百森森 我侯慈和四着 三国属地的刘备和诸葛亮 背排红瓦 雕梁画栋 都仿佛在为那段历史 做助角 走在岁月的石板路上 杜甫是挥之不去的印记 他在清幽竹林之间 盖起一座茅屋 留下众多诗句 千古传颂 成都 一座让生活沉淀下来 让人不忍离乡的城市 我是王维林 来自台湾 在我的印象里 成都是一座会卖盲的城市 因为这里是大熊猫的故乡 在2006年 团团和圆圆的到来轰动了全台湾 现在我在成都看到了他们的同伴 我想他们一定也很想念彼此 原本捆的大熊猫无忧无虑的门打 一如这个城市的气息 成都人懂得让时光慢下来 放慢追逐名秘的匆匆步伐 在这里才明白什么叫做偷得福生半日闲 我第一次知道挖耳朵也是一门手艺 放松自己 拋个耳朵也是一种惬意 成都的气息是慢的气息 它是一种被茶水浸泡过的 有滋有味的生活 成都 一度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爸爸去满二的爸爸和孩子 与师父阿毛共同重温中华经典亲子小故事 敬请期待 第五集 等身书 伙伴们 你在做什么呀 人良机故 哦 真情分 今天的亲子故事就从这些书本开始了 大家好 我叫贾萍 欢迎大家光临团社 哇 师父 怎么有这么多书了 这是一个爱读书 善教子的古人的书房 贾萍送出为刑部郎中 中水部远为郎 知军于现世 廉洁正直 处事公平 言义 善教子 贾萍之子贾皇中五岁那年起 父亲贾萍每天早晨都要他站在书房里 用打开的书卷比量他的身高 身材有多高 当天就要读完有同样高度的书卷 这叫等身书 怎么 师父 第一 幸亏我爸爸不是贾萍 第二 幸亏我身高不高 不读完等身书就不许吃饭睡觉 贾皇中很听从父亲的教导 每天都能把等身书读完 所以他六岁就考中了童子科 七岁就能写出自取优美的文章 并且还能吟师作父 我是不是以后也要这样严格要求阿毛呢 好 师父 您哪里不舒服 我帮您捶一下杯子吧 贾萍还规定儿子只许吃蔬菜不许吃肉 他对贾皇中说 将来事业有成了 吃肉的机会多的是 你要把书读好 事业有成就能吃肉了 贾皇中谨遵父亲的教导 虽然天天吃蔬菜 却毫无怨言 极致青年时代 就成为了一位著名连历 一情天下无难事 一分辛劳一分产 定要坚信天道酬勤 正所谓吃的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今天的亲戚教育故事 就在这里结束了 下午再见 伙伴们 Let's go 爸爸 Wait for me Where are you going 今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亲爱的父母们 您有所学到吗 三期中华文明季美 我们会请到黄磊副旅 为大家带来 亲戚教育小故事 敬请收看 与师傅阿毛 一起学习中国文化 让我们掌声有请 尊师重道 言传身教 积极向上的天天笑点 对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衣食父母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的特部 天天笑笑 好三星 都什么星 我的女神 女神 女神是谁 汤伟宣布结婚了 对 跟一个韩国的导演 也是我的女神 挺好的 女神都结婚 男神都抱孩子 王力宏现在也是顺利地有了小孩 那我们在这里要盛情地邀请王力宏先生 参加爸爸去哪儿 如果说到这个爸爸去哪儿 最近是特别特别的火 真的 就像长沙的天气一样 一直都特别特别的热 来场真雨就好了 来场真雨 真雨 对 来场真雨就好了 说到真雨 我们大家都想到了吴振宇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点掌声 有请爸爸去哪儿当中 最帅最酷的爸爸 吴振宇 给他的孩子 给他的孩子 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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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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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双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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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首先跟这么多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郑宇哥是不是你要给眼色才他才会讲 不愧的 你知道那个爸爸去哪儿那个那个宣传片就是 我是老爸 他是哑巴 所以说爸爸去哪儿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来一次 Monkey 哦哦 啊 蛤 蛤 对对对对 Wubert Royce HELLO HELLO 大家好 好 OK 可以啊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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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HELLO HELLO 引导得非常好 看来这个是事先有排练的啊 真的耶 邦们 你一个人要站的上台 走 不到 HELLO HELLO 走了 不好意思 我们中常休息 因为他要去大便 他是大便活人来的 我去拿纸啊 郑宇哥 郑宇哥 Fedman是不是特别喜欢蜘蛛侠 他说因为只有蜘蛛侠 出了一个比较软的面具 蜘蛛侠才是软的布的 对 只有他的 他不是选择那个英雄来崇拜 就是用那个集材来选择 他其实崇拜的是太布 我问过他 还有一个问题 蜘蛛侠是什么颜色的 我要帮你翻译一下 蜘蛛侠是什么颜色的 你有广东国语这样子 听不懂吗 那你来嘛 蜘蛛侠还点色 红色和蓝色 对不对不对 是白色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白的 蜘蛛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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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想飞一下 一次五块 要不要奥迪飞一下给你看 我飞吗 爸爸 要爸爸飞 要爸爸飞 来来我们工作人员来 昨天开会你们说是很温柔 你访问为什么有特效 对 还有穿这个 儿子讲的嘛 我们刚才彩排 只不过就出来 傻帅 现在连那个人 真的帅 真帅 真帅 一样 想另外一个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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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下来 不要下来 你要不要爸爸抱你 来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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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你很拼耶 主要 我陪着他那什么感 骑马 他都去骑 是不是儿子希望你做什么 你基本上都会为他做什么 对 差不多都可以 但是他也没 没让我做什么过分的事 你为什么会给他留这么长的头发 夏天很热的 你为什么会剪头发 爸爸讲要留长头发 爸爸讲要留长头发 有时候 就看见他像一个女生 就会 不忍生对他太严格 真的假的 这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吗 哎 这个真的是个好方法 对 Fayman是从小在香港长大 嗯 然后其实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特别担心 他跟其他的小朋友 因为语言的问题 哦 交流会 有账啊 我不担心啊 因为他平常都不跟人家交流啊 这语言根本没用 哈哈 很小用语言 有没有刻意的 给他练习一下普通话 其实他语言天分挺好的 哎 你男语 哦你会吗 牛鼻水怎么讲 老屁 哇 很标准啊 他用蜘蛛侠给你打 他用蜘蛛侠给你打 他长沙应该出去长沙话 以后村长给你安排任务 这个圈奖 村长啊 对 对 比如说这是村长啊 这是村长啊 这是村长啊 这有点美化李锐了 真真是 你又改喽 对 村长如果说 FM你要怎么这样 你就把头抬起来看着他 你又改喽 你又改喽 然后脚上面可以有一个动作 我们学一些 全场的观众交给你 你又改喽 有没有偷偷拍他 他就走 对 他在学 他一定学会了 嗯 自行车 新款哦 对 你要是喜欢的话 他可以骑回香港啊 嗯 半年都到不了家 路口有点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哎呦很快哦 来 右转 右转右转 右转 右转 对 哎呦哎呦 厉害厉害 可以 新三 你能不能指挥他一下 郑宇哥 没猴起超速了 新三 不是因为家里面 没没有买这个 对 对 哎呦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郑宇哥呢 金马引力 没错 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 对 然后参加爸爸去哪之后呢 让大家看到他节目当中 特别古怪精灵的一面 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他在节目当中 特别可爱的样子 分辨 哦 开封邀可 保庆天 万区的安心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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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雖然這個是爸爸也有特別孩子的一面 對 Fiam你覺得太好玩嗎 他笑了 好不好玩 太好玩 你看Fiam你現在只要說兩個字全場就能夠轟動 聽說你晚上會趁他睡著的時候偷偷地親他是真的嗎 是不是爸爸在晚上常常偷偷地親你 他怎麼知道他睡著了 等一下给爸爸亲一个好不好 不要 不要 来吧 亲一个了 哇好臭 你的头部是臭的 特别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过爸爸演的电影 有没有看过 爸爸演的电影 你觉得爸爸什么时候最帅 没有 没有 没有时候最帅 他的回答好简单 他的回答好简单 对啊 好准确 对啊 有没有看过爸爸的电影 有 爸爸什么时候最帅 没有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切切切切切我无法 这个这是谁 帅 帅不帅 不帅 那你觉得谁最帅 谁最帅 叔叔最帅 哪个叔叔 你最帅 哎呦 哎呦 我跟你讲 这个孩子智商太高 哎呦 哈 他记得在综艺节目里面有什么梗 对 真的 第一是智商高 第二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什么 品味高 眼光好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 我很担心 你就是一毒 接下来有可能还要去不同的小乡村 对啊 不同的城市 对 会不会为他准备很多不一样的衣服 帮他搭配 鞋会准备多一点 与鞋才第一巴的 嗯 那飞们会不会帮你来搭配衣服呢 我最近是在他毕业那个典礼 他指定我要用一个红色的领带 那蝴蝶那个绷 我说蝴蝶那个绷 我说蝴蝶那个绷 但是我一看他那天穿的还是一个 红色蓝色的领带 他想我跟他有点配合 搭配 当他很小的时候就 一定要自己搭配的 你喜欢你自己搭配衣服吗 是 很有主见 对 很有品味 尤其是说 又绕到你身上 对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些衣服 让飞们为爸爸来挑选一下 看他怎么打扮自己的爸爸 帮爸爸搭配衣服好不好 那很兴奋的 他已经很兴奋了这样 来 好吗 对搭配好之后还要走秀 嘿 好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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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太挑 是不是配这个衣服比较配 是的 好 帽子要带什么 要不要带一个帽子 这么多帽子 没有帽子 没有帽子 那选双鞋吗 还有眼镜 这个眼镜哪一个会比较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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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搭跳 rock and roll 还有什么 还有呢 还有没有哪个 这个吗 那个鞋很好很环保 好 这个拿着给爸爸 还有什么 帽子要不要帽子 对 要挑个帽子 对 他真的懂的 被骗你 就这样了啊 好了 原来养个儿子还要有这么多才艺的啊 我们要唱歌吗 好 来走个秀啊 来正宇哥 好 来了音乐 来 来 音乐 要不要 要不要啊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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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留这个 要不要留一下 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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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哎 你发现没有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冷静 而且特别 愿意去观察周围环境的这么一个孩子 嗯 但还记得人家会笑他的事 他就 会想一下 嗯 让你们笑还是不让你们笑 就在人多的时候他会 嗨 他不会让别人看他自己的笑话的那种 哎 对对对真的 特爱面子的 对啊 他就很讲究自己的这种仪态 就比如说路爸爸去哪儿啊 对 一句 喜活不露 他回家练食之后呢 他抢着妹来 来唱 必须要是懂的嘛 最好的 不会掉你 对 很完美主义的这么一个笑 算吗 哦不是的 他有时候挺 挺 一个小撇子的 他有时候 他对着你 快快的笑的时候呢 你就要小心了 真的 说实话 您在电影当中 一旦对哪个角色坏坏的笑 那也不得了 我们也就小心了 我们也就小心了 从第一集开始 说真心话啊 很多人不大喜欢 吴振宇对自己孩子的方式 教育方法 不大喜欢 第一集 你就跟那个罗子 死磕 死磕 大家都那个 我就不信 没有逻辑 我们下不去 自己拿个包 然后 弄得Faming也很狼狈 大家就觉得 吴振宇为什么要这样呢 对啊 但是后来 大家对这种无视的教育方法 越来越喜欢 越来越喜欢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振宇哥给我们来 分享一下自己的教育理念 好不好 好 你的第一个政策是什么 就放手 我看他摔倒了 反正你也就 就不管 让他自己爬起来 对 因为就针对他的性格来做点教育的 比如说你要狠狠的 他才听 因为他有很多方法来 来对付你 Faming 不要这样 哇 他真的就这样 对 因为不是一件严重的事嘛 你念他就跟着你念 因为这个Tom Cat一样 Faming不要这样 Faming不要这样 你再试试 你还在跟着我讲话 你还在跟着我讲话 你就跟着 拿到名字 没办法 但是 比较严重的是呢 我说你看着我的眼睛 真的 他就 就讲几句就会 哭了 哭的时候你要抱他 听到了爸爸爱你 他就觉得这件事完了 他才觉得 接受你的话 爸爸爱你 啊 爱你 啊 啊 没事了 没事了 妈妈我要吃面 没事了啊 有时候呢 他死活不哭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 这件事他没不对 你就问他 是我不对还是你不对 他就会 那我要向你盗窃吗 他就不记点头 他就要把你的头这样 真的 真的 他好厉害 他就点头 我说对不起 他就 他就才 才哭 您是就是说 一定要让他哭 认识到他的问题 你才会跟他讲 对 他有时候 气自己 对他很气 人家去冤枉他的人 你看他 他对李锐的情感 你看 哈哈哈哈 他跟村长感情还好 因为我 我偷偷 他第一次 一接到村长就爆 爆 你看他跟村长感情多好 爆完这两边的时候呢 对 跨特别多 他就不喜欢 太过表露 对对 那他如果一直哭 你会用什么办法去对付他 现在好多小孩子一闹就一直哭一直哭 好像哭到你妥协才可以 你会怎么办 呃 就关灯啊 让他哭 要不就是最后就把他 如果在街上面 我说直接拿手机 好你会红的 把你放上去 放在网上 一直拍他 一直拍他 他爱面子嘛 他就打 就马上挡了 哇 马上拍他 我不理他 这个办法不错 直接拍 一直拍 他就把你手机搏 他又再哭又再拍 直接到他 他停下来的时候 跟着呢 有个方法会逗他 有时候呢 就 他忍着笑 忍着笑的时候 因为 他就哭 笑不行 就破功嘛 天哪 这样的爸爸啊 孩子在街上哭 哎你会红的 我拍你啊拍你啊 你会红的 来照个行照个行 那一般会怎么表扬他 只有去爸爸去哪儿 有时候呢 我觉得他表现实在是 很惊人的好 我就哎 是吗 他就偷偷地感受到 我觉得突然间在这个地方 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啊 嗯 就现在很多家长 会跟孩子说 你在家里拖一次地板 我奖励你一块钱 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 洗一次碗 我奖励你两块钱 多少钱 你会用这样的方式 我不会 我不会 因为他自己会很乐意去 去做 去服务我们 在家呢 要拖地呢 觉得好玩 就拖 拿拖鞋 他就可以拿拖鞋 有时候他妈妈说啊 他妈咳嗽了 他马上给一杯水 他妈妈的 他就是一样的 妈妈咳嗽呢 给杯水是我们长肉吗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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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喝水 对 震宇哥呢 经常在微博上晒 Fanman的姐姐的照片 Fanman真的有一个姐姐吗 姐姐今天有没有来 姐姐呢 没有 你有没有姐姐 没有 哎 你看这有照片啊 妹妹 那她是谁 那她是谁 那她是谁啊 我讲吗 我真的要讲出来吗 她就是你姐姐嘛 发现没有 父子两个人在斗智斗勇 你喜不喜欢这个姐姐 有了她爸爸说 你多长时间没跟她见面了 想不想见她 她拒绝回答 其实是想见 不是 我们刚才就说过 她在自己的回答 她不确定各位有什么反应之前 她几乎不会给出任何的答案 而且韩哥如果你再追问下去的话 她就会讲那句台词了 阿舍啊 这里是讲法治的地方 因为跟你们不熟 她就会引开你们的话题 引开注意力 这位漂亮的小女孩是她的好朋友 是 对 是一同学 她们是合唱的搭档嘛 好奇怪 她一个人唱就会 BB哥的声音 她跟她唱 因为她两个人就唱得很愉快 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位可爱的小女孩呢 是Fayman的好朋友 今天 这位可爱的小朋友 能不能够来到节目现场 两个人合作 一起唱首歌给大家听呢 好 大家想不想见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Fayman的小朋友 特别喜欢的这位姐姐 今天能否来到节目现场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5秒钟倒计时 5 4 4 3 3 2 1 有请 你猜这个是不是Elly 我下去看 检查一下 喂 你是谁 你是谁 我看看她是谁 她是谁 她是巴斯光年 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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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你姐姐 Jody妹妹啊 我们来打开面具啊 哇 还没有好朋友啊 为什么会这样 她还有一个面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她还有一个面具 把她那个人皮面具 挖上来快去去去 就这样好了吧 娱乐圈就是这样啊 背的就背开啊 每天有合照啊 有证据嘛 哈哈哈哈 还不开心今天Elly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了 太凶 她咬爸爸了 听说她最近是不是有点 发烧很不大很舒服 最近是 对啊 对啊 发烧 啊 杰哥站在这儿 你不熟啊 你抱着我干嘛 哈哈哈哈 有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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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快哦 对对对 你们好快的 你们真的好快的 但是这个力道 到了15岁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了 哎 她真是这种感觉 爸爸你好坏啊 害羞 所以你发现没有 这是一个对孩子的 这种性格 很有耐心 就掌握得非常非常清楚 真的耶 她的每一个举动 代表的什么意思 你看 她就叫她 坏掉了 因为她自己贴的 那个帽子 贴她 自己贴的吗 很漂亮 她本来有两条的 很漂亮这个 很漂亮哦 对她平常就这样 在街上走的 真的 在香港就是这样走 那她开始 她开始有一点点回避 被带动了 两个人打一个了 对 谁让你欺负她 挺好的 完了完了 你今天被跟上了 好好好 翻门翻门 随便我累 我们慢慢抱球 慢慢抱球 来来来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要不然女生就戴上面具说 戴上面具 我今天笑不过 翻门有送过什么礼物给你 没有 大便 爱丽 你又礼物送给翻门吗 戴着 戴着面 戴着面 戴着大喜 爱丽 爱丽说 她带了一个手表给你 真的吗 手表 这么大方 这么贵重啊 就这样咬着 给你一个手表 那小孩子 给你一个手表那种 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礼物 小时候有玩过这种 对 哇 真的有手表 还有八四光年 这是他们两个表演 节目的时候的照片吗 对 好帅 因为爱丽带着她 她还挺唱歌 出来表演 真的买了一个手表给你的 哇 你看 爹地啊 还好 还好 手表是防震的 耶 戴戴上去那些 哇 好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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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表示一下 喜欢 喜欢 哎 哎呀 艾丽还说这个手表不简单 嗯 这个是雷狗 哇 可以组合耶 因为她 因为她知道她很喜欢追 积木 积木 你看女孩子就是细心 就把所有都要 都给她 你看她很喜欢 这个呢 应该怎么放 接下来我们给艾丽单独一个时间 好不好 好耶 唱首英文歌曲 好 好 你唱没有歌啊 有歌 一身好不灵 爸爸 屁股好痛 他说 难得 一身好本领嘛 吱鲁香 难得 一身好本领 这首歌 就爸爸 屁股很疼 屁股好痛 自己编的啊 这个好本领也没用 自己编的 屁股都疼 接下来我们给艾丽一点时间 好的音乐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要啥 看我 Schick the bicycle 好 OK 我做成为一个 我们将破壞了 我们将错误我们 也较,我们将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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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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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ouldn't keep it, just heaven knows I've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ived,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m know Let go, let go Can't hold them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I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Let the storm rage on Th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Oh, oh, oh my God Oh let me stand up Very powerful Oh my God You haven't seen where to live in Hong Kong To where did you go? Yes Oh my God Oh my God There's no good Oh my God I don't love you There's no good That's the best I love you Echity Oh my god Echity 陈奕迅 陈奕迅当年就是这个合唱团的成员 他当年就长这样啊 那也太早熟了吧 一直没变过是吧 那是他现在的样子 回到团里面 回到儿童合唱团 对啊 这个是门槛特别高的 不是说一般的小孩都能够进去 是 要很有音乐天赋的 才能够到这个少儿合唱团 进行这个学习 他们两个可以一起表演一个节目吗 现在 郑宇哥 翻门打鼓好不好 来了 跳舞来 上下下之后 发洋的亚洲兴 翻并的亚洲兴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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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可以 这个小女孩一定是属蛇的 一听到音乐就开始扭了 就开始扭了 特别可爱的两个小朋友 但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 难免会有一些小紧张 还小吗 村长你来点评一下村长 他把村长扔掉了 而且估计还要拿车来碾压 有网友评价 吴正女集合了爸爸去哪 第一季当中所有爸爸的优点 林志颖 技术男 郭涛 眼里风格 天亮 碎碎念 网友轮 粗线条 最重要的是张亮的好厨艺 郑宇哥你是真的很会做菜吗 什么时候学的 烧的一首好菜 因为我爸爸是个点心师傅 我住家去看 他旁边是炒菜的 切东西的 就学会 因为我爸爸回家就一定会煮东西 煮东西 我妈妈是个水上人或是渔民 水上人家 对对 水上人家 所以他煮海鲜啊 什么刚晕倒翻 翻 翻肚 翻肚的时候 海鲜最便宜 但是又不会快掉 对 他都会蒸鱼 所以你就是刀工啊什么的都非常 你这在哪练的呀 这无视刀法 跟爸爸学嘛 因为做点心叉烧包嘛 对对对 切那个馅 哈膏啊 对馅料 切 我们要不要切 PK一下 现场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我们要有上手的食材 为什么变成漏气的鸡猪傻 好的 我们第一个 跟郑宇哥来PK什么 烧水果好不好 烧苹果 烧苹果或者烧梨子 不用了 不用了 好乖啊 稍等 我们要计时啊 计时 开始 我们不光要比谁削得快 还要看谁削得好 其削得薄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帆哥 帆哥跟郑宇哥 帆哥削得漂亮 削得很薄 不太一样 好 郑宇哥快好了 好 一个好了 我还没有吃过 引力削的力量 这待会要比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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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宇哥已经把 一个苹果搞定了 所以现在是两分 韩哥削得非常的细 皮都不断 韩哥简直像个 外科手术医生 医生 请问这颗梨 还有救吗 医生 一会儿他要给梨缝针 在现在我们展开了这个 消梨大战的时候 小朋友已经在后面玩风了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时间到 我们先看看郑宇哥那边的 削了两个梨 一个苹果 我这个 我这个 削完以后还能还原 对 这个其实在江浙一带 在上海 对 我知道 就跟去大闸赛系那个 大闸赛系 对 这个在上海古早的时候 就是毛脚女婿 上丈母娘家里 丈母娘就会递一个梨子 或者是苹果 给这个女婿来削 那如果削的过程当中 疲劳是断的话 他就会觉得这个男人 不大细心 或者是呢 比较急躁 那如果说削出来的梨子 能够削完了以后 皮还在上面 他就会觉得这个男孩子 手特别稳 心特别细 而且呢 特别讲究 是 这样呢 丈母娘和老丈人 就会特别喜欢 所以我削这个东西 基本上都有一个习惯 就基本上皮不掉 广中人呢 就举脊就有一个习惯 怎么削举脊 来 郑宇哥你教我们一下 广东人 这直接不用削 就是掰开 掰开吃 OK 不用刀 好 接下来 切萝卜 选一个观众皮可以吧 好 哪个觉得厨艺高超 这个男孩子 不是厨师就是伙夫 接下来 郑宇哥切萝卜 准备 开始 要快 但是也要小心手啊 哇 这一个好 这一个的薄片好薄哦 真的 你这切丝吗 我的天哪 你的丝跟你的体型差不多啊 你的丝 哇 韩哥嘴下来了 好 我们换一个人 刀工来了 赶快来 切个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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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厉害了 哇 这个厉害了 你还可以看观众啊 你看着观众 还有时间微笑 还有时间微笑 郑宇哥也很厉害 好壮 郑宇哥 郑宇哥也在微笑 来 我看看 我看看 比比看 可以了 可以了 比比看 哇 好细哦 哇 郑宇哥真的很厉害 对 来 我们放到一块看嘛 郑宇哥你拿出一些来 分不清楚谁是谁啊 几乎差不多 要不再来一种蔬菜好不好 好 多辣椒啊 来了 多辣椒 就像你切肉一样啊 巴巴巴巴巴的那种很快 来 预备 开始 郑宇哥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绝对的厉害 但是这个小伙子也厉害啊 这宇哥是五个一起切 五个一起切 这边是三个一起切 好 时间到 时间到 但是 切的量是差不多的 很不错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啊 其实在这一轮 应该是郑宇哥赢了 为什么 郑宇哥是业余的 对 而这一位 他不是普通的观众 他不是 他是来自扬州的一位名厨 哦 阳哥 淮阳蔡的一位大师 淮阳蔡是以刀工闻名的 您叫什么名字 我姓白 叫白强飞 白强飞师傅展示 刀切白豆腐 跟着学一下 哎 拿错了 这个掰 拿错了 这不是掰啊 这广东人切那个鱼片 您把刀子放下来吧 对 你看你这是个人的习惯啊 没有 假话的时候不拿刀 他说不了话 不是因为昨天那个导演说 我觉得 我说 那个 你 你是不是要看一看我的刀工啊 这 这一个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乖师傅 您来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拿这个 这而且是嫩豆腐 不是老豆腐 切成正方形 先骗一刀 哇 横着 先骗它是不是 对 旁边都切掉 把它切掉 切得很规整 所以你看 淮阳菜啊 在某些过程当中 它是食不燕金 料不吸肺 你看它为了把这个菜 弄得很漂亮 它可以把边边搅搅 全部不要 这一掉都可以 但是这个不会扔掉啊 这个当然是可以吃的 郑宇哥跟着学啊 哎呀 豆花好了啊 好 差不多可以啊 来一碗 当心点 当心点 郑宇哥你要把它片得很平整 好 这个都可以拿走 你这个还挺节约的 一片狼皮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师傅 用指甲来抵着刀 这是算是练刀弓的一种 厉害 圆 哇 这都好塞的 好净啊 这是要邀请大家照相的圆 好 现在切丝 把它摊下来摊平 哇 郑宇哥现在看你的 到底要怎样 你都骗的吗 你 这 哇 哇 你这更厉害 郑宇哥干的那个片是扬州的一个批干丝 刀工人做的 哦 批干丝的那种 对 批干丝的刀法 有讲究这个刀法是 郑宇哥你是不是平常 其实就挺喜欢自己做菜吃的 我就喜欢刀 啊 算我没有问这个问题啊 得罪 得罪 这边已经完工了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这才叫豆腐丝啊 豆腐丝啊 哇 我的天哪 好细 我们看这边的豆腐丝 我们也吹一下 不错了 面条 这个太厉害了 练这刀工练了多少年 我做厨房做了18年 18年 今年多大年纪 今年36 36岁 18岁开始学艺 能不能来个更厉害的 蒙眼睛切豆腐丝 蒙眼睛切豆腐丝 好 放在风哥背上 还是用砧板 这个厉害 哇 猴才雷啊 对 这个是生吃可以 这个吃完丝之后 可以拿一个青鸡汤 或者一个素汤 加上配料 是一个华阳的名菜 叫文丝豆腐根 相传是一个文丝和尚 创造的这个菜 那高生拿到来干嘛 他也要吃饭了 吃斋嘛 他们只吃豆腐吧 对对对 哦 好 因为这个会有残意 对啊 对 因为吃的C就有残意 有残意在里面 来了 对 哎 你好坏啊 哇 好紧张啊 你是不是也要猛一下 你是不是也要猛一下 切的时候 眼睛根本看不见 然后围着死用耳朵 用心去感觉这个多五师 然后他这个刀法刀弓 其实用平时不停的击脸出来的 其实做出法就是一个用心静 心静下来才可以把事情做好 差不多 这个差不多 简余哥 这个差不多 一张眼睛更会觉得感受到 因为你打开眼睛呢 真的有时候切得不好 打开眼睛有时候反倒会分心是吗 对对对 我觉得 真的 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 你刚才说的那种残意了 眼睛不一定为时啊 对 真的 而且听着这个刀锹砖砧板的声音 有一点像木鱼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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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 官子在菩萨行声婆热婆罗蜜多士 高尖乌云结果不一结果 他又绑着那个红眼罩好怪啊 好 切好了 红眼切的跟睁眼切的是一样的 真厉害 更细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不睁开眼睛看 不着相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闭上眼睛 做很多事都打鼓 对 对 对嘛 对 对 我闭上眼睛就被人家拱挤了 对 感觉就会不一样 你看 刚才我们郑宇哥又在我们天天向上的舞台 学了一首 学了一首 虽然说现在切的丝还跟条似的 但是我相信假以时日 在接下来的这个爸爸去哪当中 如果有做菜的环节的话 你会不会尝试做一个这个菜 哪里会有豆腐 没有吃那么好吧 有时候吃都没得吃了 你不要说我们湖南威视的节目 怎么连吃都没得吃 对 不是 因为真的是找食材 找食材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我常常都说 那个周的妹妹就姐 我姐姐好饿 给我咬一口可不可以 她说不可以 我咬笨口吗 不可以 不可以那两坨肉很 很想咬一下 其实每个父亲的教育方式都不一样 就像切菜一样 不管是睁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 他双手总要触摸着这个食材 没错 其实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父母亲其实都会用双手 呵护着自己孩子的成长 就像多多的爸爸在多多游泳的时候 看见前面一个木盆 他会奋力向前把那个木盆扒开一样 不管孩子怎么样 父母亲总会用非常有力的双手 去在孩子的身后去拖着他 去保护着他 当然我们也希望爸爸去哪里面 所有的小孩 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 成为在爸爸妈妈心目当中 特不一样的小孩 是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要感谢 郑宇哥 还有他的宝贝Fanman 还有他的这个小朋友 今天能够来到节目当中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 特步天天下场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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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